大家好,这个视频是关于技嘉杯比赛的一个比赛视频 朋友说这场游戏是比较经典的反败为胜局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哪里经典了 我们可以看到主攻是非主流的陆迅 陆迅当主攻还是可行的 因为陆迅属于一个爆发性防御性英雄 有联姻再加上他不被顺不被乐 作为主攻还是可以的 但是说在配合方面还是比较弱 所以说只能说可以 但是说还是不太提倡 我们主持角这名玩家是忠诚 选择了孙上香 孙上香属于恢复性爆发性英雄 也是想与主攻进行一个配合 起码他的恢复对于好人方还是比较大的一种优势 而且他还是有不小的爆发力 可以通过装备牌来换得更多的手牌 可以有不小的输出 好吧,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视频 哦,我们可以看到场面上有黄盖和黄叶英 这样比较有反贼向的人 我们看一下主攻怎么选择 陈底为选黄盖 那个如果他是反贼的话 这样不是很好 因为反贼在陈底为选黄盖的话 刚开始会被强大的压制 尤其是看主攻马上对他进行了压制 这样的话 他如果飞雪的话 达不到他爆发的效果 一般都是二号为选黄盖 所以说主攻对黄盖压制是很正确的 但黄盖的位置选错了 在那个位置不应该去选黄盖 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诸葛亮在主攻对黄盖进行攻击的时候 进行了无险 那诸葛亮是直接跳反了 那个他想帮助黄盖能赢得更多的血 来进行最后的爆发 那个诸葛亮在二号位的话 其实效果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反正应该都是在 呃8号位来进行对主攻控制 这样的诸葛亮是最强大的 当然了也不能说这个位置的诸葛亮完全一无是处 那个运用好 应用好手牌和运用好 他的空城还是对主攻比较大的压制 因为主攻的时候无法用杀或者怎么怎么样 能控制住保护后保护好后面的反正 那个我们看一下黄叶英是如何出牌 黄叶英是一个非常爆发武将 那个主攻没有对他进 啊黄叶英直接跳反了 那个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主攻方还是刚开始比较劣势的 因为对方有诸葛亮 而且黄盖不太确定 而且黄叶英这样爆发型英雄 如果呃主攻方的英雄不是很强的话 那个那是我觉得在英雄方面是落后于反正 那个我们看一下郭家的行为 如果郭家直接跳反的话呢 我觉得反贼的英雄英雄优势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战手我们看出个量黄叶英都是明确跳反的 那个郭家刚开始直接放AOE 这样的话不太清楚 因为主攻手牌已经不是很多 而且有废血情况 他这样放AOE 呃只能定义为他不是马上跳身份 而是不知道他是对反贼还是对好人的一种打击 我们看一下他的行为吧 那个主攻刚才放了一个闪电 这是比较晕的 尤其是他应该是知道了 诸葛亮是明反的情况下放闪电 我觉得这是这个玩家的选择上的绝对失误 因为你不是说排量了就可以点 这放闪电的话 可能会对后头的战局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诸葛亮在这个能控制闪电的人在 我们看一下那个郭家连续的放AOE 那个不去管陆迅的血多血少 那我觉得郭家应该是一个反贼了 他是直接跳反 而且他不惜浪费同伴的手牌 继续一直在放AOE 已经放了第三张了 那我觉得他想一回合秒掉主攻 那如果成功的话 这个这个视频我们就可以早早结束了 那个怎么说 就是说反贼第一轮放AOE 一直是我们不所提倡的 因为场面上按道理坏人有五个四反加一内 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给自家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不过我们看到直接陆迅是被打没血了 那个桃是肯定有 因为场面上刚开始手牌都满的 自己有一个桃 而且出发了连营 我们只能希望陆迅的连营能连一张更好的防御牌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郭家连续三张AOE 没有杀死主攻 而且已经跳了明确跳了三个反 我们的黄叶音血很少 那个可能造成黄叶音的死亡 那个这个方法我觉得 刚开始放AOE这种选择方法 我觉得还是一个战术性上的错误 我们看到夏侯顿对黄叶音进行攻击 如果秒掉黄叶音的话 我觉得局势有可能会扭转过来 那个刚才我们也看到竹子角这个运营家也死了 还好手上有个桃 不过黄盖已经爆发不起来了 主攻这回合应该是安全的 那个我们看一下 好人方虽然说是现在稍微扭转了一点局势 但是说还是属于比较大的劣势 因为主攻是一血忠诚 明确的忠诚是黄叶音和夏侯顿 夏侯顿不属于爆发英雄 属于一个绝对防御性英雄 不能提供多大的配合及支援 只能看一下能不能把握住把黄叶音补好 因为刚才放AOE大概马超没有杀 他直接对夏侯顿进行了技能 而且被诬陷了 所以说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那马超也是跳反了 那我们清楚黄盖应该是个好人 这个位置选好人选黄盖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英雄上的不负责 他这个选的话 首先遭到主攻的激活 浪费主攻的牌 而且也给很多好人进行一个误判 那个我们看一下 孙上香没有选择给黄叶音拆牌 去秒了黄叶音 而是去拆国家的牌 这个选择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小事 我觉得的话黄叶音既然留那个牌 应该是一个防御牌 或者是一个保护的补血牌 那个我们应该去把它拆了 再去秒他 这应该是本轮游戏最大关键 他让夏侯敦去杀一下黄叶音 如果是闪的话 他来补这一刀啊 夏侯敦把黄叶音杀死了 那个还好 现在的话 反贼方死了一个比较强大的输出的来源 这个的话 给反贼带来一个不小的伤害 没有死 马超吃了个头 那这个还有 决斗还有一张难满 我觉得黄叶音这轮是必死了 而且他手上一个桃 主公刚才用过一个桃 马超用了一个桃 场面上桃存在的几率不是很大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叶音应该是会死了 那样的话 我觉得反贼方还好吧 那个就是说黄叶音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效果 就草草结束了生命 但是说还有诸葛有国家这样强势性的英雄 那个局势还是不会偏于好人方的 而且陆迅和陆迅和孙上香的血不是很多 这个看一下下回合 诸葛亮如何去控制这个局面 把主公能弄死 那个孙上香给主公补了个血 并且对马超进行了一个攻击 降了他一下血 我们看一下这个黄盖怎么弄 这个位置黄盖其实挺废的 因为他首先攻击距离不够 而且他也无法去爆发 因为他爆发得出来的牌 作用不是很高 所以说他这个位置选黄盖 其实我觉得是属于对这个游戏身份的不太负责 也许他是一个内 想保留一下自己身份 当然这个也不可能 如果内奸选黄盖的话 容易嘲讽 内奸一般是想坚持到最后 越到后胜利越高 所以说他这一点是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陆迅第二回合的开始怎么玩 现在是反对马超没有手牌 而且是二血 我觉得好人方可以试的去把马超秒掉 他吃了一个恢复性的桃源结役 这下我觉得是对好人方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援了 因为当时有三五个人在飞雪 四个人是好人 包括一个内 这个恢复的话可能是给他带来很大的支援 因为大家的血几乎都满了 现在又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 看一下内和反贼怎么玩 因为现在应该是好人和反贼是三v三 加上一个内 内的战队是对这个流戏的很大的起到作用 如果我是这个内的话 我会直接跳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黄盖室内还是下后盾室内 那个诸葛亮直接判定拿桃去判定的这个闪电 其实挺亮配手 看一下怎么玩吧 那个诸葛亮拿了方天化戟 这是一个比较神器了 一下能砍三个人 一般情况下诸葛亮和刘备拿到方天化戟 是大家比较着急要拆的东西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诸葛亮想空城 刘备能送牌 每次杀都能对三个对方造成伤害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输出 我们看到一下孙上将直接故意费血 大概是为了刘备给主攻补血 做一个预留吧 他想不要浪费那两张手牌 那个所以说专门费了一滴血 国家这回合没有选择动 大概上轮手牌出了以后 手上没有留什么好牌 好牌 所以说这轮没有出什么牌 那个夏侯顿直接过了 没有对战队 夏侯顿这个直接过 我觉得场面上可能是内的话 肯定是夏侯顿了 因为夏侯顿这个职业 就属于比较防疫性的人 再加上他这回合没有进行攻击 大概是他想看一下战队 因为他觉得好人的主攻不太危险 加上那个反贼方的攻击 好像不是很猛 马超离主攻距离太远了 攻击不到 所以说他进行这个看 留一下手牌 为以后做个铺垫 马超继续空手牌过了 那个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反而说又是空手牌 我觉得马超这样的行为 不太好 应该这种情况下是留手牌 保护一下自己 因为他打不到主攻 平坎英雄 平坎型英雄 站在主攻五号位 四号位这些位置的话 本来优势就不是很大 而且他还不留手牌去保护自己 那我觉得马超这个反贼应该是废了 这个原游戏还是主要看一下国家和诸葛亮 如何来压制住好人方 因为好人方慢慢的已经把刚开始的劣势完全的压制回来 孙上香继续给黄盖补了一滴血 大概是想让黄盖再报一次 看能不能出什么RP牌 那个当然黄盖这种情况下 他是没选择报 主攻也没有做出更大的选择 那个大概是大家手上的手牌不太多 看一下这次诸葛亮关心吧 能关注什么牌 对战局有什么影响 那个用沙座判定把闪电低过去 这个有点危险 他是个黑桃 万一看错了很可能电了自己 他对主攻进行过河拆桥 陆逊选主攻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容易激活 大家喜欢顺他 不对顺顺不了 喜欢过河拆桥他 容易产生联姻效果 所以说陆逊做主攻这个好处还是可以 就是配合行不行 我靠 那个我不知道诸葛刚才关心是怎么关的 竟然把国家垫了一下 看有没有桃 现在七个人在场 能看五张牌的话 我感觉这个怎么说 诸葛这个是一个绝对性的失误 他竟然能把国家垫着 虽然说国家身上有个乐 对于判定牌上的选择有些错误 但是说 还是有问题 那个应该 如果说他一时算不过来 时间不多 把黑桃全部放在底牌也可以 所以说这一下 马超直接选择退出游戏 那个我觉得这一下反贼是大势所去了 那个看一下那如何和诸葛配合吧 那个诸葛这个行为完全是对反贼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他直接造成了反贼方的心理上的崩溃 马超一看局势直接逃跑了 那我觉得 好人方慢慢的已经占据了游戏 我们看一下内奸如何玩 夏侯敦这个英雄 我觉得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属于比较废材型的英雄 因为他没有很好的爆发 没有很好的攻击输出 唯一是防御 防御的话 一般情况下我都会避开夏侯先去打别人 所以说他竟然不能给自家人提供一个支援 也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输出 虽然有很高的防御 但是说一般人都会略过他忽视他 那个防御也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选夏侯敦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这个英雄还是不太好 那个看到我们的恢复型孙上香 虽然说这轮孙上香的手牌没有得很多的装备牌 没有很大的爆发 但是说他的恢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给黄盖给陆迅不停的补血 而且自己的手上一直在存在的一个桃 在危急时刻还能给主公进行一个补救 因为他一直去跟别人接音的时候 都是用的别的牌 桃是一直留在手里的 现在看见形式比较正确了 所以说把桃给吃了 这个也行 那个黄盖杀死了逃跑的马超 收了手牌 看一下效果 那个这轮游戏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 我觉得好人方应该已经是胜利了 而且当时这一轮游戏最大的关键是 郭佳刚开始不停的放AOE 导致了黄叶英的酱油 那个这个情况下 我一直觉得反贼除非有必要的把握的情况下 AOE才好放 你那样的话 虽然是杀敌一千 自损了也损了800 对吗 那个把自己的一大将给损了 而且没有直接秒掉主公 让主公因为孙上香的存在 慢慢的恢复起来血 所以说刚开始国家的三个AOE是错误的 而且当时诸葛亮绝对性的错误 就是诸葛亮竟然垫死了国家 这个关心关的实在是有点太幼稚了 这个错误是不应该发生的 那个现在大概先急火 先杀下火蹲了 因为对诸葛亮进行攻击的话 造成的空城也不好打 而且诸葛亮现在控制也不能控制住好人的牌 所以说诸葛亮是一个神级的武将 玩好诸葛亮是非常牛逼的 但是说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位置 既然反贼应该选择在八号位 对主公一个强大的控制 让主公没有很好的手牌 没有很好手牌恢复 没有很好手牌攻击 这样是对主公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是一种加成性的伤害 因为你能控制住自己得到很好的手牌 进行攻击 反而敌方一个武将直接废掉 所以说用好诸葛是一个比较高手性的象征 所以说他这个位置本来尴尬就不太好 而且他也没有用好他的关心 竟然能让自己的同伴被电死 我们看到诸葛做最后的一波 他没有进行对黄盖和黄月音的过多的伤害 直接还是想秒主公 因为主公不是满血 他想做最后的一个攻击 也想看一下内如何呢 内还是选择了去打忠诚 他选择了去打孙尚湘 因为他觉得孙尚湘是一个恢复性武将 如果他不死的话 对别人还是很难产生一种攻击的 这个选择应该是对的 诸葛现在应该跟内去做一个商量 因为他俩应该是激活 先杀掉个忠诚 这样的话才有圣局 他俩如果是一个想杀主公 一个想杀忠诚 这样的配合的话 只能让主公方选择一一击破 那他们还是属于必输局的 而且可以看到黄盖现在直接把夏侯顿的手牌拆为零了 那个夏侯顿是没有防御性 还是比较脆的 因为刚烈 对对黄盖来说 有那么多手牌手已经造成不了伤害了 而且可以看到几乎好人方 每个人手上都有两张牌 而反对方都是空的 所以说刚烈现在已经较成不了多大的伤害了 那个很快夏侯顿已经被达成两滴血了 我们看一下陆迅 这轮是想杀诸葛还是想杀夏侯顿 因为我刚才猛的看了一下 记得陆迅收了一张OE 他没有放 或者放了 我没太注意了 那他还是对夏侯顿是砍杀 因为诸葛梁是空城状态 他砍不了 那个 这轮应该内奸死了 内奸死了 我觉得诸葛梁可以直接打击击了 因为已经没有可玩的了 那个我们看一下 诸葛 主攻飞血了 那个我们诸葛还有一丝上唇 这次关心 如果关到两张好牌的话 可以秒了 不过我们看到孙商江手上有一个桃 有个桃的话 秒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那个我们主持角这名玩家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说他手上一直保存着一个对主攻 因为主攻从开局到现在 一直属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他的血一直不是很多 包括黄盖 都是属于沉底型的底血 那个他一直留了一个桃 从刚开始留到现在又留一桃 主要是还想怕谁出一个意外 那个进行补救 中间吃了一次桃 是因为他觉得当时大家血都比较多了 而且局势比较明朗了 吃了那个桃 现在还好又留了一个 而且我觉得陆勋这次没联姻 应该手牌上还留了一个保护牌 不是闪 也就是桃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不联姻 也就这种情况 啊下火盾把桃给牵走了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这下又又恢复 又两双方补上两地血 哦像诸葛也逃了 那这轮游戏应该就输了 那一个内奸下火盾是起不了多大作用呢 那个我们直接可以判定 这轮游戏好人方顺了 虽然说是我朋友说 这轮游戏是属于比较经典的反白人胜区 我觉得还是属于反贼方有几个玩家 实力不是很强 首先是郭佳在局势上的分析 他当时太心急了 他想秒杀主攻 导致了黄月音的死亡 反而没有让主攻方多大 虽然是胆成心惊了一下 但是没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陈里威几乎都是好人 前面跳了两反了 那个这是第一点 当然这点是小的 因为如果后面把握好 还是能赢的 因为郭佳当时是三血 而且郭佳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英雄 那个诸葛亮的关心 是这轮游戏绝对大的一个转折点 他的关心直接让国家马上就死亡 而且当时手牌上竟然没有掏 那个所以说诸葛亮这个玩家 是对本轮游戏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那个他没有运用好 那个诸葛亮的关心 没有保护好队友 虽然他没控制住对方 但也没保护着好队友 那个好 谢谢大家这次观看这次视频 希望给大家能带来更多的 一些技术上的分享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